落泪成为近一年时间与伊藤美成关联最多的词汇 如今伊藤美成又哭了 5月6日 2023日本乒乓球全农杯32强赛 伊藤美成在女单第二轮暴攏输球 2比4不敌2002年出生的长期美幼 无人八强 赛后伊藤美成含泪说道 我很沮丧 因为我的身体不是100%的状态 但很多比赛 即便我受伤了 也必须参加 他的沮丧 除了阴腰伤影响竞技状态外 也是为自己在日拼队内的排名担忧 本次全农杯是日本第四次奥运选拔赛 此前击135.5分的伊藤美成紧排全国第四 在积分翻倍的本届比赛 急需提分的伊藤美成却再度抱冷输球 他与巴黎奥运日拼女单资格 也因此渐行渐远 伊藤美成掩面落泪 伊藤美成又哭了 对阵长期美幼的最后一球 伊藤美成选择主动上手 发球后的第二板便强行反拉 结果出台 与长期美幼的一脸笑容相比 面无表情收拾行囊的伊藤美成显得有些落寞 10比12 9比11 11比6 11比9 4比11 5比11 六局比赛伊藤美成经历了西败到追赶再到惨败的过程 顽强 本应是伊藤美成身上的标签 但如今他却有心无力 自一月的全日本锦标赛以来 我的臀部上侧就一直在疼 并在4月的WTT澳门冠军赛达到顶峰 赛后 伊藤美成勤着眼泪说道 我不能用出100%的力量 当时只有正常状态的30%比40% 据日本乒乓王国的报道 伊藤美成透露 这次比赛 他从臀部到颈部都处于崩溃状态 自东京奥运会之后 伊藤美成便神奇不再 面对国拼主力 伊藤美成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陈梦 王曼玉 孙颖沙 王毅迪 钱天一等国拼好手 都先后战胜过伊藤美成 甚至时常出现横扫的比分 如果对郑国拼队员输球 还能用特殊打法被研究透彻的原因进行解释 那么伊藤美成在日本队内都屡屡败北 只能说明其竞技状态的下滑 去年3月的狮王杯Top32强赛中 伊藤美成2比4不敌2002年的长期美佑 无缘赛是8强 去年4月的日拼亚运会选拔赛 伊藤美成2比4输给2004年出生的牧原美佑 无缘亚运单打资格 去年11月的全农杯Top32强赛中 伊藤美成以1比4输给了年仅14岁的张本美和 今年1月的全景赛 伊藤美成1比4不敌2004年出生的横井笑音 自2017年来 首次无缘日本乒乓球全景赛女单8强 本次比赛 伊藤美成又倒在了8强席位之外 赢他的还是2002年的长期美佑 这些屡战屡败或许未必意味着日本乒乓伊藤美成时代的终结 但至少从伊藤美成的眼泪中 人们都能感受到他的无助与彷徨 落选巴黎奥运女单 对于运动员来说 遇到伤病早干预早治疗才是最好的方式 但伊藤美成却从1月的全景赛 一路带伤咬牙撑到了5月的全农杯 原因很简达 伊藤美成不敢休息 按照他的说法便是 有很多比赛 即便我受伤了 也必须参加 他不敢休息的原因 不仅是即将到来的德班式拼赛 更是因为日本拼鞋设置的奥运选拔程序 让他不得不强撑着上阵 为了选拔出巴黎奥运会参赛阵容 日本拼鞋从2022年就开始举行奥运选拔赛 一直持续到2024年1月的全日本锦标赛 一共将进行14战比赛 比赛包含市锦赛 WTT赛事 替联赛 狮王杯 全农杯 亚运会和全锦赛等诸多赛事 从去年3月的狮王杯开始 日拼鞋球员已经参与了6项有积分的比赛 一路惨败下 本次赛前伊藤美成积分为135.5分 排名女单第四 前三名分别是232分的早田希娜 162分的牧原美忧和147分的平野美宇 对于伊藤美成来说 想要拿到巴黎奥运会为二的女单资格 必须每分必争 但在伊藤美成最需要抓住机会的时刻 伤病再次成为他冲击巴黎的蓝路虎 虽然本战赛事积分翻倍 但仅收获16强席位的伊藤美成 只能收获20分 距离女单前两名愈发遥远 对于伊藤美成来说 唯一的好消息 或许是牧原美忧同样止步八强 以至于二人的分差没有拉得太大 但如果伊藤美成没能及时找回状态 这位国拼近年来最重视的竞争对手 或许真的将无人巴黎奥运女单赛场 日本乒乓拼的是体力 事实上 日本拼鞋的选拔制度 与国拼颇颇为类似 都是通过增加比赛频次 从而减少单一赛事的不确定性 不过国拼采取的是直通赛模式 即收获一次比赛的冠军 便能赢得大赛参赛资格 再通过比赛层层筛选 从2006年创办以来 直通赛见证了国拼队员的一次次蜕变 国家队主教练李笋 在看完二月的直通德班式拼赛选拔赛后感慨 乒乓球队为什么多年长胜 就是不断战胜各种困难 每次战胜这样的困难 都离最后的冠军更进一步 卷起来的日本乒乓 也希望通过比赛的方式 选拔出最顶尖的运动员迎战巴黎 但积分累积的模式 让运动员每一战比赛都不敢马虎 一来二去 日本乒乓运动员们也卷了起来 这样的选拔方式 没少得罪日拼的一众选手 日本民宿水谷笋就曾愤怒批评 日拼这种选拔只是在选内战王 刚刚退役的石川家纯则吐槽道 我理解的理想状态是 不管是老队员还是年轻运动员 都能公平地去战斗 但拼体力决胜负是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明明有很多实力强劲的球员 却因为残酷竞争筋疲力尽 谁来保护运动员呢 伊藤美城的状况 恰恰点中了这套方案最大的问题 运动员一旦受伤缺席比赛 便很难在积分上有所作为 事实上 伤病不止侵袭了伊藤美城 本届赛事举办的第一天 巴黎奥运积分榜位列 第二类的男子选手小种大灯 同样因为被捕伤势宣布退出比赛 在日本乒乓也进入内卷的当下 一众好手却在规则的逼迫下 拼起了体力 对于伊藤美城和其他身体状态 出现问题的选手而言 或许只有无奈 在刚过去的日拼巴黎奥运会选拔赛 张本美和夺得女单亚军 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在这次选拔赛 张本美和战胜了世界冠军品也没雨 他又逆战战胜了薛球手佐藤彤 这场比赛对张本美和意义深刻 张本美和才14岁 有着年轻人的冲劲 但心智还不成熟 容易被不利局面影响 不善于打逆风球 对阵萧球手佐藤彤 张本美和明显不适应萧球打法 第一局打得很慌乱 以2点11分快速输掉了这一局 第二局张本美和也没找到合适的方法 不过从第三局开始 张本美和就适应了左彤彤的打法 连班四局逆转获胜 相信这样的逆转获胜 对张本美和的成长有帮助 只是在最后的决赛 张本美和意2比4输给了正处于状态最佳的早田希娜 才无人冠军 早田希娜近期的状态非常好 以超伊藤美成成为日拼一姐 才14岁的张本美和输给早田希娜不丢人 虽败犹荣 相信张本美和再多打几次赛事 就具备战胜早田希娜 伊藤美成的实力了 将来张本美和会成为日本女拼 对国拼最具威胁的球员 如果张本美和的实力真的能超过伊藤美成 对国拼的影响就大了 国拼一定要重视这个选手